哈喽,小朋友们,欢迎来到小童玩具。 在今天的故事里,熊大藏在了哪里呢? 在评论里告诉我答案吧。 一天早上,超级飞侠乐迪来找熊大玩。 咱们玩个什么游戏呢? 不如玩一个捉迷藏怎么样?好久没玩了。 好啊好啊,咱们石头剪刀布,谁赢了谁就藏起来,好不好? 石头剪刀布,哦,熊大赢了,乐迪输了。 因为熊大出的布,乐迪出的石头。 那么现在乐迪背对着熊大开始数数, 熊大偷偷的藏了起来。 5,4,3,2,1,我来抓人喽。 乐迪开始找熊大, 可是他找了很久,也没有找到熊大。 不知不觉都到了中午了,熊大到底藏在哪里了? 这个时候,汪汪队的阿琪从这里路过,看到了乐迪。 你好,乐迪,你在找什么呀? 你好,阿琪,我和熊大玩捉迷藏, 可是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,我感觉好担心呐,我们一起找找吧。 当然可以了,没问题。 阿琪用他敏锐的嗅觉,在水缸附近闻到了熊大的气味。 他们打开水缸一看。 哦,熊大正在水缸里面吃果子呢。 熊大看看乐迪,看看阿琪,很不好意思地笑了。 哎,不好意思啊,真是对不起, 我看这里有好多果子吃,就一直在这吃,忘了捉迷藏的事了。 乐迪和阿琪看到熊大的样子,哈哈地笑了起来。 小朋友们,故事讲完了,你们有答案了吗? 熊大藏在了哪里呢?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答案吧。